一開始有點怕怕 後來我自己一打開顆 我就覺得 喝到第一口的感覺像什麼 像功力很好的大廚 他燉出來的魚湯 好濃郁喔 對 好像雞精 完全沒有那個腥味 而且你會喝到那個 魚的香醇的味道 工作忙也比較跟鄰居沒有互動 然後遇到慢慢的次數變多了 他就會跟我們聊天 然後就說弟弟你多大啦 我兒子那個時候小學五年級 然後我兒子就講說 我五年級 然後那個鄰居 我以為你才三年級 然後我在旁邊 當下我聽到我心想說 受傷 我說然後呢 走起除了小孩 家裡的長輩 這也是要花很多心思照顧 大家也知道嘛 長輩的行動力很重要 所以我第一個直覺就是 長輩的 這樣他行動力好 才能夠到處爬爬走 遊山玩水很好啊 有空還可以幫我們顧小孩 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有沒有適合我們這種很忙碌 又懶人的方式 我就想到我小時候在念書的時候呢 媽媽幫我進補都煮 魚湯 我就覺得 魚湯是一個蠻好的 可是我又想說老人 小孩 魚湯光個魚刺 我就覺得很危險 所以後來呢我就想說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式更簡便 那一般很多人想說 不然呢大家比較熟的 譬如說那種低雞精 大家可能比較熟 可是我就想說 魚湯應該要營養 感覺比較適合我們 我就找了一個叫 低魚精 就是這個 低魚精 低魚精 有有看到 我一開始聽到低魚精 我也講說 這個會不會有很重的腥味 魚腥味 對 我一開始有點怕怕 然後後來 對 我幫大家倒了一杯 你可以喝喝看 後來我自己一打開喝 我就覺得 喝到第一口的感覺像什麼 像功利很好的大廚 他燉出來的魚湯 好濃郁喔 對 像雞精 完全沒有那個腥味 而且你會喝到那個 魚的香醇的味道 而且你喝起來 你就會覺得 它的整個調理的過程 就是沒有任何添加調味料 而且不只這樣 我後來查了 它還有所謂的這個獎項 還有認證的保障 譬如說像這一家的低魚精 它有國家品質的標章 S&Q 還有銀髮的友善標章 你就會覺得 我給家裡的老人 小孩喝 我會覺得比較放心 而且你會喝到那個 魚的鮮味 但是沒有操車 因為它的魚很特別 它用的是 半海水生態養殖的濕母 撒肉魚 撒肉魚的味道 所以它整個 你再喝起來 它本身的營養素 低鈉 零膽固醇 還有零脂肪 所以對身體不會造成任何的負擔 然後另外我剛才講的 這個年紀大了要有活動力 它所謂的濕母魚經過萃取之後 它的蛋白質會變小分子 對 所以給家裡的長輩吃 你就會覺得 它的吸收會比較好 然後另外它獨家再添加了 深海的魚軟骨素 幫長輩補充鈣質 所以不只長輩需要吃 譬如說像孕婦 譬如說像小孩 甚至大必出獄的人 都可以藉由這樣的完整的營養 你就是省去你對魚湯的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讓它這樣一包 而且我覺得它加熱很簡單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用那個保溫瓶 把那個熱水灌滿對不對 大概五分鐘 它的溫度就OK 剛剛好 就拆開來 就可以把它當早餐喝掉 我就覺得這樣一包營養 養分都夠 那我最近在補貨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覺 他們有出這種禮盒包裝 接下來不是中秋 對 中秋節要到了 送禮 送禮 或者那個親朋好友要送長輩 我就覺得 這個對長輩的健康是好的 而且送出去也很體面 所以我想說 今天帶來跟大家分享 小孩子吃的也很好 對不對 幫助他們的發育 當然 對不對